你好 欢迎收看KiniTV快报 我是叶思雨 国盟主席慕尤丁挑战反弹会调查首相安华和巫统主席阿莫扎西的政治现金来源 身为副首相的阿莫扎西表示 他愿意接受反弹会调查巫统的资金来源 扎西昨天出席活动时表示 他对此保持开放态度 因为反弹会之前已经调查过他 阿莫扎西说 我一直都很开放 我自己也曾被调查和被提控上庭 我随时准备好协助调查 但不要朝天吐口水 不然肯定会落到自己脸上 因此慕尤丁需要面对该面对的一切 他接着说 我也面对过 我祝慕尤丁好运 慕尤丁日前在团结党代表大会上 发表政策掩辞时提到 政治资金来源的调查必须公正和公平 不应该只有他一个人被提控 因而挑战反弹会调查安华和阿莫扎西 国会反对党领袖 韩沙赞努丁声称 他也掌握了可以被利用的执政党领袖党案 引来多方质疑 行动党假动国会议员林丽颖反问韩沙 如果早已察觉文件中的所谓罪证 为何在担任内政部部长时不追究 反而是现在才利用这些文件 威胁要对付现任政府呢 此外 共振党巴西古党国会议员哈山卡林则提醒 韩沙的这番言论可能已经触法 哈山卡林也是一名律师 他昨晚告诉当今大马 部长的档案属于政府所有 不能任意带离政府大厦或复制自行保存 他也提醒 部长曾经在国家元首面前宣誓就职 因此也受到宣誓保守国家秘密的约束 哈山卡林强调 韩沙的言论已经违反了官方机密法令和保密宣誓 团结党一众领袖接连挨告 韩沙在努丁早前接受新报采访释放话 自己手中同样握有执政党领袖的档案能够以牙还牙 韩沙说 我曾经是内政部部长 我想我也有许多关于他们的档案 问题在于我想不想利用这些档案 安华的政治秘书卡米今天报警 要求调查慕尤丁声称政府滥权和政治迫害的言论 卡米在报案书中指出 反弹会和总检察署已经双双否认政治干预 卡米说 显然的 慕尤丁的言论是恶意指控 侮辱和诽谤 旨在破坏执法机构和检察官的诚信 乃至安华的形象 慕尤丁今早在被控一宗涉及建威计划的洗钱罪 涉及金额高达500万令吉 他今早在沙亚南地庭面控 但慕尤丁不认罪并要求审讯 根据控状 慕尤丁在2022年1月7号 收取布卡利股权有限公司500万令吉非法收益 并汇入了团结党银行账户 上周五 慕尤丁已经被控四项贪污滥权和两项洗钱罪 涉及2亿3250万令吉的赃款 慕尤丁指责前财政部部长林冠英 撤销爱布卡利基金会免税优惠 但林冠英今天发文告否认干预税收局决策 林冠英直言慕尤丁强词夺理 因为部长管辖众多机关和公司 不可能对每个行动负责 他也质问慕尤丁 如果部长需要为底下所有机构负取权责 那么身为前首相的慕尤丁是否应该为每一位政府官员 贪污腐败行为负责呢 林冠英早前要求慕尤丁撤回这项指控并道歉 否则将起诉他诽谤 不过慕尤丁昨天表明不会撤回相关言论 慕尤丁说 林冠英身为时任财政部部长才应该出面解释 社交媒体广传 一党在第15届大选后向登加龙马江民众派发选举津贴的视频 反弹会如今已经搜集足够证据 准备提控涉嫌派遣的一党党员 一名来自反弹会高层的消息人士向当今大马透露 反弹会调查官已经完成证人的录贡 并会建议总检察署以贪污罪名提控这名党员 消息人士指出 反弹会正在完成调查程序的最后一个部分 也就是向选委会申请取得一些官方文件 他说 一旦我们拿到文件 何在录取几个口供 那么调查报告就会上程给总检察署做下一步决定 反弹会将建议总检察署以贪污罪名提控那位给选民现金的人士 根据反弹会消息 调查官已经向大约90名涉嫌收取一党选举津贴的选民录贡 尽管会选事件和一党有关 但当今大马叹息 反弹会只会调查和提控那些涉及发放汇金的人士 不会进一步对付一党主席哈迪阿旺 哈迪当时辩称 一党在选举期间派遣是慈善而非会选 一党后来澄清 哈迪是指选举法令不允许候选人及代理捐款给选民 但如果有个人或公众有意捐款 则任由他们 雪州苏丹沙拉福丁今天提醒 各方禁止利用清真寺和祈祷所作为政治用途 雪州苏丹今天为雪州议会主持开幕时指出 一些传教士此前利用宗教场所散播仇恨言论 因此雪州才严格限制在清真寺和祈祷所 演讲和布道的人士 此外 雪州苏丹要求伊斯兰理事会必须在来临周选期间继续发布这项指令 雪州苏丹不忘却请所有候选人遵守规则相互尊重 除了雪兰额 柔佛和邓家楼也已经规定 政治人物不能到清真寺和祈祷所布道 最近一些民众因为衣着打扮不符合规定 而无法进入政府机构办事 行动党以保西区国会议员古拉 敦促政府修订衣着规定指南 停止道德警察现象 古拉在国会辩论时 引述2015年史券首相署部长南西苏克里 对伊佐规定的说法 当时南西说 无论民众打扮如何 都可以得到政府机构的服务 进来媒体报道指出 一名女子因为身穿急西裙子 而被禁止进入警局报案 去年12月 一名女性因为胃部剧痛 在有人陪同下前往经保医院 急诊部寻求治疗 没想到医护人员 却以穿短裤不礼貌为由 拒绝让他就医 还要求他换了长裤才过来 古拉因此认为 只要是合理的服装 民众都应该获准 进入政府机构办事 感谢您的收看 别忘了订阅KinneyTV的面子书 YouTube和Instagram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